跨境电商卖家可以在哪些海外网站免费投放广告 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卖家可以在海外免费投放广告吗 实际上卖家可以通过获得免费listing和免费可见性在海外投放广告 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免费商业广告的五个局限性 如果你想免费刊登广告要注意以下事项 1.免费商业广告平台越受欢迎就越难脱颖而出 你可以免费刊登广告 但在某些社交媒体网站上你的广告可能很难脱颖而出 有些网站会降低粉丝的可见性 除非你花钱去提升你的帖子 或者你购买了精选listing 否则网站可能不会为你的广告提供太多的可见性 2.你需要投入时间才能看到结果 而时间就是金钱 你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或者雇佣服务商以查找内容 定位和定制图像 发布更新 监控回复以及参与对话 虽然不是付费广告 但还是要花钱的 精明的企业会使用软件工具减少一些劳动力 但是即使是工具也需要花费金钱 3.免费平台可能一开始是免费的 然后会演变成付费平台 如果你一开始使用免费服务 最终你可能需要付费才能继续获得相同的功能 很多内容管理平台已经开始朝着付费模式发展 尤其针对商业用户 4.免费商业广告平台可能表现平平 一些免费的平台可能对建立品牌认知度和整体存在感很有帮助 但是如果你现在需要客户 广告可能是获得潜在客户较为直接的途径 一些免费的 vesting网站和平台可能无法提供你所需的覆盖范围 5.当与广告相结合时 免费平台可能会更强大 换而言之 不要将免费网站或付费广告视为非此几笔 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整体营销策略的互补部分 而这个策略通常是非常有效的 付费和免费选项可以增强其他选项的效果 如果你正在寻找免费广告网站 请查看一下内容 1.免费的社交媒体有数百个可以称为社交媒体的网站 但以下是广受欢迎的可以免费刊登广告的好平台 Twitter通过超短帖子提供了一种使用户成为行业思想领投扬的方法 Facebook提供了一种通过Facebook页面和经常更新与推广业务的方法 Pinterest提供了一种免费的方式 尤其是为电子商务企业和品牌提供了强大的视觉元素 以讲述他们的故事 Instagram允许你发布照片和短视频并以粉丝分享 Reddit提供了一种发布内容的免费方式 但过度自我宣传可能会导致用户被禁 Thumblupon with Thumblupon用户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营销方式 YouTube为小卖家提供了发布视频的机会 2.B2B社交媒体 以下社交媒体平台通常教室和B2B 及向其他企业销售产品的企业 卖家可以通过以下平台免费刊登广告 LinkedIn是重要的商业社交网站 尤其是针对B2B网站 SlideShare是分享PowerPoint和其他视觉内容的地方 主要面向B2B社区 B2B是一个社交书签网站 可以让你分享小型企业的内容 Core是一个论坛 会员可以通过该论坛 分享他们在各种主题上的知识 以提升自己在行业中的专家地位 3.本地商业列表和评论网站 如果你拥有一家海外企业 如餐馆、汽车旅馆或咖啡店 这可以帮助你吸引本地客户并收集好评 你也可以考虑在这些网站上免费宣传你的业务 Google My Business 在Google媒体资源上提供本地商家信息 包括Google搜索和Google地图 In Places for Business 可以轻松声明和验证你的公司列表 YT.com提供创建、个人资料等免费机会 Yelp是一个针对餐馆和其他本地企业的消费者评论网站 Tripadvisor与Yelp类似 但侧重于酒店、物价、租赁等旅游业务 4.行业网站以下网站提供了免费为你的企业刊登广告的方式 许多网站也提供付费广告或精选广告 但基本的商业广告是个收费的 MVB实施面向广告、市场营销、消费者服务等行业的企业目录 Better Business Bureau提供了一个目录 该目录可按业务类型和位置搜索任何的业务 The Business Journal不仅提供商业清单 还提供新闻和信息更新 账户是免费的 Chamber of Commerce是另一个按行业和地理位置列出企业的目录 ZyLife在五个个大洲运营着35个目录 可以帮助你在任何地方营销自己 Bearwell.com是企业列表和信息的来源 列表的信息有网站的编辑团队审查 Enrobotments是另一个提供免费业务简介的目录 Easy Local提供企业列表 并允许你先从电话搜索企业列表 Finders here提供了全球企业和社区组织的目录 在美国有超过1300万个列表 Hubbies是一个按类别列出企业的免费目录 并且可在每个类别中显示最新和最受欢迎的列表 Jasmine Directory是一个选择性的目录 可能需要长达24小时才能决定是否包括你的业务 Manta是一个免费的目录 每天有1000个新企业注册